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把它做播放跟編輯的動作 其實如果您這邊做好之後 只要有增加了 您在外面這邊都會看到 你看 進來 有沒有發現我這裡 這邊就多了一個 就剛剛這個對不對 那標題不見得你滿意啊 怎麼辦 你就先點進來 點進來之後呢 可以從這邊 點到它就可以直接編輯 這裡可以打中文的 可以打中文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您建立了這個簡報 假設您已經升級到我們的教育版 因為教育版就可以選擇要不要公開嘛 這個要不要公開是在這裡 這個 它有這 三種狀態 一個 完全不公開就私人了 那另外預設了我現在這個仔細等 也就是說什麼 如果老師用過那個叫做 雲端硬碟的分享啊 它有幾種方法 一種就是什麼 搜尋你找得到的 一種就是只有知道這個連結的 才可以進來 Hidden就是這個狀態 我下面這個連結有人知道的 它就可以進來 不知道的搜尋你也不會去找 那另外一個是完全公開 就是搜尋你也找得到的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去設計一下 您的那個狀態 好狀態 那再來就是 萬一 您想要把這個簡報 比如說放在您的個人網頁上啊 那這裡有一個Share 它就可以透過這個連結直接連結進來 這個是剛剛那一個 那再來就是如果您 是Inband的就是像我們YouTube有沒有 影片有的就放在他部落格裡面啊 就可以直接看 不用點到YouTube 這個是 在這邊 它就有這個iPhone的語法可以用 好 好最後 那 萬一 我的網路不通 對不對 或者網路速度很慢 總共每次都要在線上播放 你要下載下來 怎麼辦呢 這裡有個download 這裡有個download 直接下載 好他就問你 你要下載的是 只是做什麼 簡報用的 還是要編輯的 這兩個有點不一樣 因為右手邊那個是 因為我們 剛剛是不是有分享一個就是 桌上版的那個 軟體對不對 那 你如果是要給桌上版用的 你就可以用這個功能 等於我下載下來 我在桌上 編輯完再傳上去就好了 好但是我們現在只是很單純 做一個什麼 簡報用 所以你就按一下 按一下download 那這個呢 它需要一點點時間 幫你打包 打包起來 打包起來之後呢 我來看 我剛剛這裡已經有下載一個 下載下來 它是一個壓縮檔 一個壓縮檔 大概是 哇 這裡沒有了 不見了 大約是50Mbps左右 壓縮檔 那你等一下呢 這個 有看到了 有沒有 這個是57Mbps 那你解壓縮之後呢 它就好像我們 PowerPoint有一個叫做 自動播放那個概念 概念 自動播放 我可以帶著走 以前叫做隨身檢報 好就帶著播放程式 然後你不用PowerPoint 我也可以播 跟它概念一樣 解壓縮完大概100 出 100多Mb 那就可以直接播放 這樣子 好這個是 其實你看我們大致上用的這樣 有沒有發現 Place不會很難 還算 算 Easy的 所謂的Easy就是說 操作界面不難 難的是要你的創意 對不對 因為你有創意之後 這個工具才會變成你的啊 不然捏只是 喔喔喔喔 這樣而已 那麼 我們剛好提到 其實微軟最近也有一個 叫做 那個 Sway 有興趣老師其實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目前還沒有正式公佈啦 但是呢 他等於是 有用邀請函的 他也 學那個Google 用邀請函的 先讓你體驗一下 所以 如果老師有興趣 你也可以到這個網址上 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叫Sway 他也是一個簡報啊 就是你是相當組合 也 我覺得 效果也還不錯 但是功能上 功能上 你看吧 這個標題下得很好 拜託別再這樣簡報了 哈哈 當然是比較誇張的 可是我覺得其實 也蠻不錯的 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使用方式 就是 一樣就是 拖曳 然後呢 選擇什麼 選擇你的那個 照片啊 那他就自動幫你組合 好 就自動幫你組合好 好 這裡 這裡有幾個 preview的應該看得到 有沒有 是不是用拖曳的 就把你的照片的話 他就自動幫你排列 再把你排列 再把你排列 這就是他 應該很快 明明度應該就正式公布了 因為他現在已經有開放一些功能 讓人家去試用 好OK 那我就把畫面 我看一下這裡下載 還沒有 等一下我們再給各位看一下 下載之後 執行的情形